G20峰会即将在印尼巴黎岛展开 但旗下系列活动 20国集团工商界B20峰会 14号已经先拉开序幕 各国企业家和商界领袖都清零现场 世界首富马斯克更是座上宾 观众被马斯克逗得红堂大笑 因为只能远端视讯的他不幸驻出爆发停电 逼得在一片漆黑中与大家线上交流 由于马斯克2018年卷入一起 560亿美金的选择全新筹案 必须在下周开庭不得出境 但大家最关心的还是马斯克刚刚收购的推特 B20上马斯克大方讨论推特政策方向 而他的另一家公司特斯拉未来展望 同样也是B20上的一大焦点 推广电动车使用干净能源 一直是特斯拉的核心目标 而有着同样野心的还有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 贝佐斯承诺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必须保护地球 透过更多科技研发增进人类福祉 这是高科技时代衍生的新技术 也为社会带来新的问题 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所FTX上周宣布破产 冲击加密市场几乎崩盘 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币安创办人赵长鹏显身B20 无非是希望进来动荡 不要吓跑投资人 B20商界重新云集 更为科技产业的未来指点迷津 新新闻林媒杰江振兴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